剛剛這樣看了之後 發現大家都有一個小問題 你們家螢幕那麼大 為什麼字那麼小? 你不能怪許老師啊 許老師也能準備那麼大的螢幕啦 但是為什麼你們家字不能放大一點? 一定要堅持那麼小一顆 為什麼不能放大? 請問用什麼快速鍵? 雖然這個網站也有工具 這裡有放大縮小有沒有 但是出了這個網站 其他網站也要活下去啊 所以 你看一下我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個加號? 有注意到的對不對? 來 你看 標準的是從這邊 這個不管你用Google Chrome IE 或火屋都有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縮放? 所以如果我不是百分之百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加或減 有一個放大鍵 對 那 您可以搭配這個 好 我們抽鍵 加上 加號 或者減號 好 那 如果你覺得 實在是不好意思放開滑鼠 因為你要按加號跟減號 不用放開滑鼠嗎? 請 找這一隻好嗎? 對不對? 它中間有沒有一顆? 對 這個 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不要按住Ctrl 好 這樣會了嗎? 好 老師 把GiGo 好 真的 因為尤其我們看英文網頁是不是 那個字都超小 你看起來不舒服 所以 你看 我這次搭配滑鼠囉 我就不用了 你看 不用這樣有沒有縮小 有沒有往前放大 這樣了解了齁 那再來一個就是 順便提一下 老師如果在看網頁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去 像我平常是比較常到MSN啦 Yahoo我現在比較少去 因為我的首頁是設MSN 好 那不管看哪一個齁 今天你在看這個 這些 不管是新聞啊 網頁上的文字 請問這一段文字你要選起來 你會怎麼選? 你會這樣選嗎? 對啊 啊 老師你不會累喔 你累了嗎? 我是這樣選啊 這樣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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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登登啊 我只是點三下啊 滑鼠點三下就好啦 蛤? 滑鼠點兩下 是選一個詞嘛 對 滑鼠點三下 登登登啊 你看我登登登而已啊 還是你覺得人工的比較 因為你如果用框選的 要眼到要手到呢 眼睛到的叫手去按住滑鼠拖過去呢 對不對 要準嘛 但是我們這樣就點點點的 是不是就比較快 齁 所以管理左撇子啊右撇子 反正都一樣就點點點就好 這樣了解了 所以 找到好的方法 老師可以 比較省力氣一點 OK 老師那你覺得 在女婦上面 限制 當然是免費的啊 你問許老師 我都沒有介紹過付費的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對不對